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我家门前有小河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歌词 也是许多都会去民众 梦寐以求的心声 河道沟渠本应扮演 倒水排红的功能 但假如被泥沙垃圾堆积 不仅臭气冲天 甚至会滋生并没蚊虫 为了解决问题 新北市政府展开 一连串的河道准制计划 不只在河道上挖土石 更爬进地下道清淤泥 从河道清理到规划设计 逐一改善 如今不只河道变得干净无味 水中冻植物也恢复生机 跟着采访团队的镜头 来看看臭水沟变绿地的故事 以前真的是不敢想说 我们这个大河坑西 能够有清洁的一天 这几年这个时间的这个改善 那民众就能够很有感的 以前我们如果假日想去踏青 去看看水的话 看小鸟 我们到阳明山 或者是要到外双溪去 或者是到更远的地方去 那现在都不用 人家说 家里有小河的话就带入柴 那等于说有柴气可以这样 走一走也会 也许也会有柴气 成群的鱼儿悠游水中 各种鸟类飞来相伴 隐身在都位区里头的河道沟渠 在潺潺的溪水之下 孕育出丰富多元的生态样貌 不过很难想象 它曾经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 河因为家里沸水的排放 所以它真的非常臭 大家连靠近这个地方 就会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很脏很臭的臭水沟 五颜六色 就那个有时候泡沫还很多 然后就是蛮恐怖的 看起来就觉得 这个河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彩色的 大家就觉得很恐怖 随着都市迅速发展 家庭工厂废水自已排放 原先干净的河道上 堆满了垃圾淤泥 变得臭气冲天 甚至滋生了避免蚊虫 此外在新北市29个行政区当中 更有13区出现过吸烟水的情形 河道整治改善排水系统工程 克服容缓 这里是南载溪 我们在做齐劳反弹的时候 他们不叫这里南载溪 也不叫这里是南载沟 因为他称作这里是南载港 庄文艺是土生土长的板桥人 一住就超过了40年 跟着他的脚步 来到齐劳口中的拉玛岗 他是板桥的母亲之河 是过去板桥的重要交通枢纽 也是孕育板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 南载溪过去它的宽度有100公尺宽 跟现在的 现在看起来像小水沟是不一样 过去的几十年 就有点忽略它了 都有点忽略它的存在 甚至就直接把它当作凑水沟再看待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如果知道它过去有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然后开始去重视它 整治它 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摆脱臭水沟 新北市水利局展开了南载沟的整治工作 除了在渠道内清泥沙 水利人员更化身地下忍者规 爬进下水道产出淤泥 从问题源头着手整治 就是希望能够还给民众 一条干净无臭的南载沟 水利的工程师主要的就是以大雨为模范 所以我们的精神大概就是会跟大雨的精神一样 那其实我们水利局这几年解决的 都是二十几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像板桥的那个南载沟 二十几年没办法解决 我们市场两年内我们把它解决掉 现在都恢复自然 这个绝对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为了清污除臭 营造良好的河川生态环境 新北市海涮全国之间 在中和的藤料坑沟 改善既有的三面光混凝土河道 搭配特殊的气势工法 营造都市当中天然的生态河川 我们用那个软栗石去跟它堆叠 让它变成像野外一样 那堆叠以后它因为软栗石 它会冲击那个栗石 它会产生溶氧 溶氧以后那个软栗石会有一些生物膜 那生物膜会吃掉脏东西 所以它会帮忙净化水质 变成一个生态河川 河道整治工作 必须依照每条沟渠的流速 以及环境条件 无法一抵适用 针对水流造缓的藤料坑沟 必须采用气势工法 恢复生态河川 针对坡度较陡 流速较快的大科坑西 则必须增设石龙固床工 抬高水位先缓水流 如果没有中间的石龙固床工 抬高水位 那整个水就会流掉 那水域就不会出现 那没有水域的话 我想任何的鱼类什么 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做生长 另一方面 河道两侧铺设的卵石核框 可以保护堤防基础 还能够打造绿地 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基地 而水流当中设置的 原木以及三角钉坝群 也是恢复河道 自然生态链的重要关键 钉坝就是在水利工程来讲 是调整水流 那我们做这个三角形的隔框 来做调整水流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科坑西 上面下来的泥沙 透过这个三角形钉坝 减缓流速 然后来做一个挂鱼的动作 那以后我们希望能够用 天然的河道中的泥沙 来覆盖这些三角形的钉坝 就形成一个浅滩的一个效果 河道形成浅滩 植被也自然地涨了出来 沟渠恢复了生机 水中生物也过来做客 包括了过去只会在天然水域 出现的黄绿泽蟹 以及对于水池有极高要求的翠鸟 也都惊喜现宗 让生态专家都相当意外 如果有翠鸟出现的话 表示这边的水它的第一个 水的流动性高 它水质比较干净 那水域里面的食物比较多 通常只有这些条件达到的话 比较容易会看到翠鸟的出现 过去的臭水沟摇身一变 成了都市里难得一见的休息场域 民众不仅能够在河道旁散步谈心 孩子们也能够在自行车道 享受追风的快感 夜间更能够欺赏光雕瀑布 化身打卡景点的同时 也重新拉近了人类与河道的关系 河溪的治理 第一个防洪还是最重要 再确保防洪无一下 那因为民众想要去亲近河川 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出门 都会去的民众不用跑到山上野外 我把都会去的一些排水 治理成像野外一样的溪流 山上有的生态这里都有 鸟类 蝴蝶 萤火虫 我家门前有小河以前希望得到这种意境 在我们都会去就可以看得到 从多年难解的臭水沟到现今的城市生态绿地 河道整治工作不仅替都市防洪奠定了安全基础 也重新开启人类亲近水域的契机 学习与河川共荣共存